像最後江山如畫 江就是三點水 那三點水我怎麼會學這樣啊 水是流動的 所以我將古製 象弦文的水我拉到下面來 這個變活水 這個你看有波浪 這叫活水 這個都是有根據 山就是一座山嘛 古製象弦文 這個是歷書 這是屬於歷書的學法 畫 這是屬於 你要說它簡體字嗎 事實上也是古字 只是我們將畫面搭配出來 讓人家看了以後覺得 這個意見非常好 江山如畫 也可以說代表你們新聞界 江山在哪裡啊 你們江山就在新聞界啊 意思就是這樣啊 謝謝